男子在路边被远警拦下来 他语气很紧张 鸡毛撇清关系 但他和同伙已经站在这里 交头接耳超过十分钟 他们却说要来 只是附近全都是金融机构 到底玩什么 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最后拿出了这袋 27万的现金以及六张提款卡 全放在牛皮纸袋里 原来他们全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诈骗集团利用假借贷 或是假仇职为借口 狂骗多为被害人 本来集团分工缜密 但22号傍晚 警方发现其中一名陈信男子 在ATM领钱领了好久 一路跟肩犯罪行为才暴露 售后清查 他们还是一个名车诈骗集团 利用代号加入诈骗群组 领钱的陈信男子叫马沙拉蒂 共犯陵性男子则是法拉利 三人一乍七洗钱防治法 毒品我要防治条例送办 陈信及灵性犯险裁定积压禁件 三人到案号公称 每次帮忙提款 集团会提供2%以上的报酬 但才加入5天就被抓 想靠名车代号 未装身份 最后还是犯了车 三十网一询网一听 新白报道